中央远港应急医院项目一期4月7日竣工交付 当天一早,中央远港应急医院项目中建5局安装公司总负责人黄军和团队就在现场紧张忙碌着 此次交付的应急医院项目一期可提供500张负压床位 其中含32张ICU病床及两间手术室 以及全部医疗及辅助功能 还包括指挥中心、两栋办公楼、1485平方米的仓库 1592间宿舍等生活配套设施 在此次远港抗议大会战中 先后有2万余名建设者奔赴核套施工 总用功达18万余人次 高峰期1.4万人同步施工 黄军和团队负责应急医院项目一期门诊楼 一纪楼、护理用房、附属用房等综合积电施工 与此前在内地参见方舱医院不同 中央远港应急医院项目建设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就是说 人员也好、材料也好 这个设计到这两个地区的一个转运 一个手术的管理 这个是特别复杂的 就是说还是和内地建项目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个是 但第二个是这个系统的条件 特别复杂 其实环境的条件特别复杂 中央远港应急医院项目在一片荒滩之上 项目建设前需要处理软地基 黄军称这就像在豆腐上建房子 住在现场的参见人员只能在项目现场打地铺 吃盒饭、睡帐篷 而这些参见人员包括很多90后、00后 在黄军眼里 这些年轻人吃得苦、罢得蛮 就是一进来之后 我们所有的材料设备 我们先是把那个酒店床 把酒店床就是打开 先兄弟们的话就是说 有色帐篷没打开的话 直接是露天的睡觉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这个帐篷 这个帐篷的话就是说 一个帐篷的话 这个大概是可以 睡18到20个人嘛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说 我们所有人的话 把管理员员 我们所有的管理员员 就是说自己亲自动手 就是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帐篷手续的材料 港管、罗斯、佩晶 都是自己去设动手 把帐篷把它打起来的就是 是吧 而且这个过程的话就是说 蒋介石提醒的 还是一个 就是进来之后 就是所有的管理员员 所有的村民进来之后的话 那一种就是说 不怕苦、不怕累 还有就是所有的事情的话 都是我们自己亲自动手 就是说 还有就是说 克服这个 现场这个实际的困难 我们每一个人的话 都发为我们自己的一个 那个 战斗的意志 可以说是 为确保项目圆满完工 现场施工人员和设计人员 也紧密配合 探讨应急医院建设细节 大到应急医院各类配备设施的 安装调试 小到插座使用标准等 黄军介绍 该项目的建设和实施 以港方的要求和标准来设置 就是说 功能的设计 设施的摆放 都是按照我们 就是说 香港那边的 港方的要求 就是说 按港方的标准 来配置那个兵船的 一个护理大员里面 一个房间里面 可能是把两张 或者三张的兵船 这个是 而且就是说 这个设施的话 就是说 可能跟标准的话 跟国内还不太一致 它全部是按照 那个港方的标准来设计的 接下来 黄军和他的团队 将继续留在核套 参与项目建设 直至全部履约交付 黄军告诉记者 目前工作人员 也已逐步调整至 二期项目开展施工 我自己的话就是说 几个方面嘛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尽快尽早 然后能够按照要求 把这个一期 二期还要发上医院 能够 就是说 完全履约 完全交付 这个是 肯定是我们会减全力 一心 就是说 完全中国 把这个医院 把它建设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